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顶尖经济学家Paul Sam Dusser预计2010年 健康业每年将为美国经济带来1万亿美元的收益 这些收益来自为大众提供 令他们更健康更美丽 延缓衰老或预防疾病等等产品 试想一下 健康业在20年前并不存在 但是今天健康业收益达2000亿美元 相等于美国整体汽车业收益的一半 由2000年至2010年 在健康业的消费将会由2000亿增长到1万亿 逐续有五倍的增长 为什么升幅这么大 为什么这个升幅是可以预计得到呢 原因是在二次大战之后出生的新生族 他们过去20年主宰了经济的发展 这个是不是就是你值得把握的机会呢 这群新生族正在在37至55岁 正值事业高峰 收入非常可观 消费力极之浮大 就是他们促试了房地产的增长 他们也是运动用品 汽车 个人电脑 以及互联网的消费群 目前美国经济总值10万亿美元 其中5万亿就是由他们产生了 虽然战行新生族占人口的三成 但是他们的消费额及占整体经济五成 更重要的是 他们未来将会有1万亿美元的额外消费 这1万亿美元将会用在一些更有价值的范畴 就是用在保持青春 抗衰老 维持健康等等的地方 在未来十年 美国新生族在保持健康的消费 由每月1万亿美元增长至1万亿美元 1万亿美元 相当于1日消费27亿美元 1小时消费1亿1400万美元 1分钟消费1900万美元 如果你愿意把握 这个就是你前所未有的机会 但是你又可以怎样把握这个机会呢 你可以令自己成为医护重业 生产商 零售商 甚至是分销商 医护重业 例如医生 按摩师 又或者治疗师 需要你付出高昂的学费 保险金额 以及长时间不停地工作 生产商 你需要大笔资金 设立厂房和进行研究 零售商 你需要支付庞大的特许经营费 广告费 员工薪金 存货 一星期七日的工作时间 最有利的就是分销商 未来20至30年 最大的财富并不在于生产 而在于分销 好像美国最大百货连锁店 Walmart 联邦快递 以及在互联网上 售买书籍的Amazon.com 都是从事分销业务 他们也有一个相同的名称 就是分销商 这些公司 将客户认识 和需要的产品 有效地分销 21世纪 最大的财富将会来自教育消费者 关于新的分销频道 这种是思想敏销的生意 就是更好的产品 更好的分销 带来更好的机会 因为这班为数五千万的新生族 将会产生一万亿的现金消费 他们是不会停止对健康的追求 他们想继续滚足流冰 他们想驾驶跑车 他们不想衰老 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令自己更加健康 和活力充贵 在未来十年 美国的新生族 会在追求健康的花费上 会由二千亿美元增加到一万亿美元 你准备好了吗 跟你分享这段影片的朋友 可以给你一些意见 分享这个已经被证实的成功模式 这个模式 你可以在家里开始 而不需要很多资金 也不需要支付员工的薪金 这门生意 可以在空余时间开始 但可以赚到数千 甚至数万元一个月 因为 这个是在企创业的机会 在税务上 可以享受到优惠 试想一下 现在是1982年 有一个叫做盖茨的人 邀请你投资 在他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生意上 有谁会相信他呢 今次你又会怎么做 美国最大百货连锁店 创办人Sam Walton 在44岁那年 创办了Wallmark 在61岁那年 他成为世界首富 你又有什么借口呢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的 假如今天你看了这段影片 你再不能够说 你不知道 当你的子孙 问你21世纪初 繁荣警方的时候 你会怎么回答他呢 你会跟他们说 你怎样装备自己 去把握这个机会呢 若说你要稳定借口去解释 为什么你又会错失机会 这些统计数字是真确的 趋势是必然的 时机也是最适当的 你一生中 还有多少机会呢 无论如何 不要再错过这个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